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与内政部长林又昌 交通部次长胡湘宁等人 在新北市汐止区捷鱼订长址 听取汐游捷鱼的规划进度 郑文燦强调 集结连接汐东线 未来甚至可串联到东环线 对汐游人来说非常方便 台北市、新北市、汐游市 全部收回 以后汐游人进台北的话 他可以在汐止换成汐东线 就连接到东湖 甚至连接到东环 至于基隆市政府担忧的财政负担问题 郑文燦宣布将以设立捷运建设开发基金 及条件基隆市政府分担比例两种方式 让基隆捷运可行 一方面考虑到基隆的财务能力 二方面也考虑到基隆河谷的发展 需要一个捷运建设开发基金 因此我们会用这两个方式 让基隆捷运的负担 降到原来的水准 那差额的部分 用捷运建设基金 和另外中央的这个补助款 跟地方的分担款的比例 也会略为调降 郑文燦进一步说明 基隆市政府负担经费 调降金额 加上捷运建设开发基金协助 预估基隆市政府分九年编列 每年只要编列两亿元即可 我们减少了包括这个财务分级的这个部分 4.3亿 那减少了路线调整了1.5亿 所以大概减少了5.8亿 那5.8亿再把这个捷运基金 大概30亿出头 我们来成立一个捷运开发基金 那未来的效益 至少现在算就有四几亿 所以将来这个基金可以收支平衡 所以基隆市政府只要分九年的工期 编列17亿多一点的预算 大概就可以把这个捷运建起来 我想不会形成基隆市政府太大的负担 这个九年17亿的预算编列 应该是足以支应 在这个林六昌市长的阶段 就还了不少钱 现在一年平均大概2亿左右的预算 所以我想谢国梁市长跟 这个邱沛林副市长最关心的是 这个能不能够撑得起 没有问题 我们会协助成立捷运基金 那能够减少的预算分担 我们会减少 至于推动启程部分 在今年4月通过还评后 目前基隆捷运综合规划案 已经送到交部 希望力拼10月或行政院核定 我们已经请国发会 要针对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处理好了 我们希望今年的10月左右 能够完成综合规划的核定 那综合规划就往前走了 代表基隆市长 早日实现 很感恩中央的政府院长 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跟方式 在我们经过多次的开会 对财务状况没有办法顺利解决的状况 他给我们指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路 那事实上 基隆市政府也已经在动了 我们交通处也成立捷运办公室 我们也准备把所有单位 财政处地政处都放进来 所以必须跟各位长官报告 首先谢谢林部长在您任内 给我们做好的一些方向 我们会继续做的 那再一次也谢谢中央的政府院长 真的由您的帮忙 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一盏明灯 让我们继续努力 让基隆变更好 在基隆市长任内 大力促成基隆捷运案的 内政部长林悠昌者提醒基隆市政府 在捷运车站周边生活圈 道路交通规划要尽早完成 内政部会全力协助 根据交通部铁道局方面的规划 基隆捷运如果顺利 在10月获得行政院核定 11月将启动都市变更及工程设计 最快民国121年12月完工通车 记者张奇腾采访报道